先和Rafi谈谈外围的消息 其实联储局前一天公布了7月的会议记录 也有提及过度加息的风险 也要评估政策调整对经济和通胀影响的同时 某时间点可能放慢加息部分都会合适的 昨晚也有一些联储局官员发表自己的意见 母子山凡市联储银行总裁戴利说 他认为9月加息50或者75个基点都是合理的 戴利赞成年底前加息略高过3厘的水平 另一位密性努力联储银行总裁布拉德说 铒于经济表现强势 他倾向支持9月加息0.75厘压抑高通胀 有点看应该会一直在市场揣测9月联储的走向 美股经历过近期的一个急弹之后 大家都在推测究竟美股还有没有再去呢 我们如何判断是否在9月仪式前 美股的走势会比较反复一点 如何看待升势完美呢 当然了 对上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星期也说了 有机会继续走着反弹 因为当时也说了 特别上星期也说了 一来看的事情可以说是简单一点 因为最主要看的是加息的步伐预期 以及经济前景 而因为当时那一刻的业绩期都七七八八 其实也说过大部分业绩出来 都和预期都还可以 没什么特别大的惊吓 一部分两只就是这么多 所以对于整个美股的估值 不需要如何再调 反而有点修正 因为业绩期之前跌了很多 所以几个东西加上 令到美股过去这两个月左右 有很强的反弹 当然很多三月指数 其实除了道指都差不多了 几个平均都升差不多两成上来 纳资更加明显 当然大家对上也会有个问题 是否又回到牛市 记得一位弹来两成也是这么说 当然那天也说过 不是单纯的从数字上去看 始终很多东西扭曲了变了 但是你说到这一刻 如何看待美股呢 当然我想暂时的势势 都尚算是强的 当然相比港股来说 更加明显 大家都不会反对这个说法 但是我想到这些位置 你说美股有没有升 我自己觉得就可能开始 会减慢一点 因为刚才提到过去炒作的 都是炒股价所谓的收伏 炒作的可能是炒作住 国家息步伐 可能稍微放慢一点 但是坦白说 这两天都令到美股 大会弹了上来 都差不多两成或超过两成 其实幅度算是几多和几急的 而去到这一刻来说 当然我相信 在这段时间 去到可能9月的中后 即是下一次食会来说 应该还会令到市场比较反复一点 因为正要说反复就是 不断透过可能 譬如官员的说话 不同的数据 去真的去揣测或者去猜测 究竟9月份的加息的幅度是如何 当然了 现在其实 基本上100%的预期是50和75之间的 即是这两个位置去选择 当然好一定是选择50的 即是永远都是 选择小的 所以对市场比较好一点 但是看下来的变数 因为一来 我想最接近的 当然昨晚各地官员说话了 但如果你说 比较更加可能指标性重一点 近一点的 下星期8月底的Jackson Hole 看看 白威尔究竟会不会有些东西说 这个也不知道 看看会不会有些东西说 二来我想到9月份 就看8月份的通胀 看看是否真的 好像刚刚对上7月份的通胀 这样再继续回落 如果你说到时数据也是这样回落 那也印证着 可能真的加回50的机率会大一点 当然我自己现在都倾向 觉得加回50的机率会大一点 因为其实你会记得 对上两次加息之前 即是对上一次加息75 再一次加息75 第一次加息75的那一刻 其实那一刻加完之后 柏谷 即是白威尔是会后有说过一句 其实也强调一点 就是他们觉得加75不是一个常态 那如果你用这一句去看的话 那照计如果你那次加一次 上一次一次两次 如果今次也加第三次 三次就变成了上态 没错 所以要看看最终他的决定 是否推翻他当日的说法 如果你相信他的说法 应该今次 可能加50的机率会大一点 但是怎么说也好 我想看着这个月的数据 或者整个市场有看法变化 但是正常提到一点 就是整个市场都弹了这些位置 不是说一定不能升 论看法 可能这刻没错 美股仍是一定会被港股吸引的 就是论炒作 我想大家都觉得一定会好一点 但是我想去到这些位置 始终你由纳指 可能11,000也不够 这些位置上来 现在去到12,000 那你这些位置才入场 就是如果又开始没有入场的话 你也算是买高了别人很多 那这个就一定要自己衡量 风险和小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 但可能有机会继续走着 但是你说对弹幅 或者走势来说 就未必有对上股过来两个月 这么明显或者这么大的声幅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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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